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8月10号星期四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今天我们会首先来关注一下理想汽车的最新业绩 也想和你一块来看看处于崩溃边缘的WeWork 当然好莱坞罢工当中想要尝试AI技术的迪士尼 也值得大家的关注 那就让我们用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打开全新的一天 理想汽车二季度营收创新高 8月8号理想汽车发布了今年二季度的财报 数据显示二季度理想营收超过了286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了200%创下了历史新高 同时他们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实现了盈利 二季度理想一共交付了大约8.7万辆汽车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不过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 理想汽车二季度同比大幅增长的一个因素是 去年同期受到疫情和产品换代的影响 理想汽车销量的基数比较低 并不是常规状态 根据财报 理想预计第三季度交付大约10万辆汽车 这已经是理想产能的极限了 理想汽车的创始人理想在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承认 年初他们将全年销量目标调低了6万辆 但是这一举措导致了供应商产能陷入瓶颈 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得到改善 软银集团连续亏损 愿景基金恢复盈利 8月8号软银集团公布了20234到6月的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软银这一财季 亏损大约是33亿美元 已经连续亏损了三个季度 不过亏损的金额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收窄 软银旗下的愿景基金在这一财季 终于获得了一年半以来的第一笔投资收益 这是愿景基金在五个季度的连续亏损之后 首次恢复盈利 由于科技公司股价的上涨 愿景基金所持有的股票价值也有所提升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随着科技行业的复苏 以及愿景基金恢复盈利 软银将会进行新的投资 并且会更加关注人工智能领域 愿景基金的CEO表示 他们大约有80亿美元的资金 可以用于新的投资 WeWork发出持续经营警告 股价暴跌30% 8月8号美股收盘之后 共享办公巨头WeWork 发布了第二季度业绩报告 并且发出预警 对公司持续经营的能力表示怀疑 今年二季度 WeWork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 但是仍然处于亏损的状态 WeWork方面表示 公司能否持续经营 主要取决于未来一年 在限制支出 增加收入 以及筹措资金等方面的效果 如果不能改善盈利能力 WeWork可能需要考虑债务重组 再融资 或者是申请破产保护等等措施 WeWork从2011年开始 向初创公司提供服务 估值一度接近500亿美元 2019年IPO失败之后 WeWork的估值也暴跌到80亿美元 WeWork也被视为是软银集团 最失败的投资案例 在这一次破产预警发出之后 WeWork股价在盘后下跌超过30% 目前的市值只剩下不到5亿美元 由于股价过低 WeWork在今年4月 也收到了纽交所的退市警告 BeingChat聊天机器人 将登陆第三方浏览器 8月7号 在BeingChat发布半年之际 微软避应团队发布了 这个聊天机器人 在未来半年的发展方向 微软表示用户将会很快 可以在Chrome和Safari 等等第三方浏览器的网络端 和移动端上来使用BeingChat 此前Being聊天机器人 只能在独立的应用程序 和微软的Edge浏览器上来使用 微软表示 虽然BeingChat可以在第三方浏览器上运行 但是微软依然鼓励用户 使用Edge浏览器 只有在Edge浏览器当中 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 比如解锁更长的对话 聊天历史记录等等 微软透露到目前为止 BeingChat已经进行了超过10亿次聊天 生成了超过7.5亿张图片 此外 二纸浏览器的日活跃用户数量 已经实现了连续9个季度的增长 英伟达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 GPU已经成为了硬通货 8月8号 英伟达发布了新一代 GH200人工智能芯片 GH200使用的GPU 和现在英伟达最高端的AI芯片 H100相同 但是内存更大 带宽更高 能够运行比原来版本 大3.5倍的人工智能模型 黄仁勋表示 开发者几乎可以在GH200上 运行任何大型语言模型 大语言模型的推理成本 也将会大幅度的下降 这款芯片预计在明年第二季度上市 不过英伟达目前还没有公布它的价格 目前全球95%以上的大模型 都在使用英伟达的GPU芯片 作为人工智能的关键硬件 GPU正在面临巨大的缺口 价格也在持续上涨 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 英伟达推出的A100和H100芯片 已经成为一些公司 借款时候的抵押物 根据科技媒体的Information的报道 为了防止出现囤货的现象 英伟达已经开始向一些客户 了解他们采购GPU的真实用途 以及一些原服务公司的客户清单 台积电宣布在德国建合资半导体工厂 根据彭博社8月8号的报道 台积电将会和多家芯片公司 成立合资公司 在德国投资建设芯片工厂 台积电将会出资38亿美元 持有70%的股份 并且负责工厂的运营工作 德国政府将为工厂提供 高达55亿美元的补贴 这个项目的总投资 将会达到110亿美元左右 工厂计划2024年的下半年开始建设 2027年底启动生产 为汽车和工业领域来提供芯片 台积电是苹果和英伟达的 主要芯片制造商 此前台积电已经在美国 日本和中国大陆建厂 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d Point Research分析认为 芯片行业正在由全球化 转向半区域化 台积电也不得不进行海外投资 去年3月 芯片厂商英特尔同样宣布 在德国投资建厂 6月 英特尔把投资规模 扩大到300亿欧元 预计在获得批准之后的 4到5年之内 英特尔的第一家欧洲工厂 也将投入生产 迪士尼成立人工智能特别小组 根据路透社8月9号的报道 迪士尼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来专门研究如何把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在迪士尼集团的各项业务当中 但是此时此刻 好莱坞的演员和编剧们正在罢工 他们的一个重要诉求 就是保障自己的工作 不受人工智能的威胁 迪士尼目前开放了11个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招聘岗位 而且几乎涵盖了这家公司的 大部分业务 比如华特迪士尼影业 主题乐园 电视和广告团队等等部门 今年5月 迪士尼的CEO罗伯德·艾格表示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 将给迪士尼带来机会 不过这也是一个版权界定 还不太清晰的领域 艾格会让迪士尼的律师来加班研究 财富杂志的分析认为 迪士尼一直有着技术创新的历史 根据专利研究公司Grey B的数据 迪士尼拥有4000多项有效专利 以及大约2000项已经过期的专利 马斯克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 融资2.8亿美元 根据路透社8月7号的报道 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宣布完成地轮融资 一共筹集了2.8亿美元 这也是Neuralink成立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笔融资 Neuralink是马斯克在2016年7月 创办的一家公司 总部位于旧金山 主要研究脑机接口技术 自成立以来 Neuralink一直希望可以帮助 瘫痪病人重新行走 并且治疗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这家公司过去几年 都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 今年5月 Neuralink终于获得了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也就是FDA的批准 可以启动人体临床研究 一个月后 马斯克在活动当中表示 Neuralink预计在今年 开始首次人体实验 不过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 同时也是盖茨和贝索斯 投资的公司Synchron 开发了通过微创手术 进行紧静脉 植入脑机接口的技术 而且率先获得了FDA 人体临床实验的批准 Zoom要求员工重返办公室 根据纽约时报8月7号的报道 视频软件公司Zoom 要求居住在公司办公地点 80公里范围内的员工 每周至少有两天在公司办公 这种混合办公模式 将在两个月之内正式施行 作为一家提供视频会议服务的公司 Zoom已经成为了远程办公的代名词 疫情期间 每天使用Zoom进行视频会议的人数 从原来的1000万增长到了3亿 Zoom公司自己去年只有不到2%的员工 在办公室工作 疫情过后 远程办公的浪潮已经有所转向 今年以来 苹果 Google 亚马逊和Meta等等硅谷的大公司 都采用了混合办公的模式 要求员工每周至少有几天的时间 在办公室工作 所以说到这儿 我们也很好奇想来问问你 你所在的公司或者是机构 还支持远程或者是混合办公吗 你认为同事之间面对面的交流 会比网络沟通更加顺畅吗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亦凡 声音设计Jack 实习生亏亏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